剛剛大家再有體驗過這個牆體跟所謂的繪製房間 該地板的部分怎麼做之後 我這邊要開一個 就是我們在這裡 有那個 給各位幾個SAMPLE 你可以從這邊開也沒關係 從這邊開或者你要用你現有的 我現在是開一個四房的 四房29坪這個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他目前這個是一層樓的對不對 那你可以看到的下面這邊 他這個是直接看到房間的 直接看房間的 好那如果說你現在 比較有錢的 你買獨棟的嘛對不對 獨棟的啊你要增加 樓層啊那怎麼增加呢來我們往這邊 好你可以直接按右鍵也可以或者到這個平面圖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增加樓層 有沒有那這邊有一個 就是現在5.0版 最近他跟 升級成5.0版 5.0版的時候增加一個很特殊的叫增加樓中樓 咦 這知道怎麼叫樓中樓吧 有時候我們挑高之後上面他可能會做儲物間 或者是比較小的 有沒有 比較小的 那以往可不可以做也可以做 當然他是把一般的樓層當做樓中樓來用 但是現在就 比較 就是 等於說更精準一點 更精準一點 那我們現在看 你可以先從這邊增加樓層 好 增加了之後你會發現上面這個選單就跑出來 因為預設如果一層樓他這個選單並沒有出現 有沒有 好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當我變成 這個多一層樓層之後 只是他的命名方法跟我們好像 習慣的方法不太一樣 他 第一層樓叫做0 好那第二層叫1 如果你真的不習慣的你要改可不可以 你就在那邊點兩下 多多 有沒有進來的 名稱 對不對 你就可以自己改成自己習慣了 好 那 你看我點到 第 第一層樓 就是我們講二樓 那麼你進來之後你會發現 其實我可以看到樓下的牆壁跟地板 有沒有 有沒有 對不對 我可以看到樓下的 那你去點他 沒有他 還真的有做 這個有 這一層樓 這一層樓 有 有沒有 那我都再增加一個 有沒有不見了 他會像這樣 你可以看看 如果說 今天 我們那個格局是一樣的 你要不要 那麼麻煩 還要自己再重新畫一次 不用 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像這樣 選起來 有沒有 有沒有 我用拖曳的 把它選起來 假設你有家具的話 像這樣有家具的話 一選起來 也會連家具一同複製上去 一同複製上去 當然你可以按住那個 我看一下應該是Shift鍵 Shift是加選也是減選 所以你按住他假設哪一個不要哪一個不要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就不見了 或者 你也可以用左手邊來選 有沒有發現 這邊也可以 好 那我先用這一個 我先用這個比較單純 好我就從這邊把它複製 複製 然後呢我只要進到上一個樓層 下一個樓層然後把它貼上 有沒有發現就進來了 而且呢位置會跟他一模一樣 這樣子的話呢 你在做第二層樓第三層樓的時候 是不是就速度比較快了 而且你從我們這邊你可以看看 我把他往後推一點 這個模式 這個模式 這裡有兩個模式 3D裡面有兩個模式 我們一般是在鳥看模式 來 給各位看一下 他有一層樓是空的 他有一層樓是空的 你看到這裡有沒有 有點奇怪 因為他原本有多了一層樓在上面 好 有沒有 是不是一模一樣的位置 對齁 那所以如果萬一啦 你這層樓不要的話 你看我點到不同 不同層樓 他的那個是不是就不見了 好他下面會不見 如果說 你今天在這裡 我在 第一層的地方 我也想要看到全部的 你可以在 3D試圖這邊直接按右鍵 有沒有要顯示所有樓層 這樣也可以 好如果你不希望他會自動消失的話 你可以像這樣子 好 所以 像這樣那 當你有 地板 有這個牆壁之後 像我先把這個刪掉好了 會蓋房子 會拆房子吧 請問房子要怎麼拆 這一層樓 你看我按右鍵 有沒有 好像沒有 怎麼辦 你不能在那個標籤上按右鍵 要在 這種 這種地方按右鍵 這樣了解 空白的地方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刪除樓層 所以記得喔 會蓋房子要拆房子 好 把它刪掉 好 這樣 OK 好 他還是有少 他那個高度應該不一樣 好 那 那有時候我們這樣的話 你要擺家具 是不是不太容易 因為都被擋住了 對不對 被牆壁擋住了 你總不得 每次都把這個牆壁先刪掉吧 所以其實在3D這邊的你可以按右鍵 他有一個很特殊的 修改3D視點 修改3D視點這邊你把他按一下 好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做牆壁的 牆壁的透明度 我們可以在這邊告訴他 拜託一下 先讓我 看到半透明 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去做擺設 有嗎 就是我們在編輯的時候呢 你比較容易做擺設 比較不會說 搞不清楚這個東西放哪裡 然後 每次都被擋住 每次都被擋住 所以可以像這樣那完全透明當然就沒差了 好就等於都看穿過去 那麼 你如果在輸出的時候呢 假設是在這種模式之下 就是 這兩種會受影響 也就是 高頻 高速度的地方 你看我算一下 有沒有事就變這樣 可是如果你是用 第3個或第4個 真正高品質的 他就不會理會你這個 因為他要算什麼 光影的變化 好 所以當我按下去的時候呢 他就認真幫你算 這個地方就不會變透明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好所以你樓中樓 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把它增加出來 好用複製的會快很多 因為大部分來講我們大部分那個 格間 通常樓上樓下不會差太多了 就那個房體的結構 好除非你是很特殊的建築 有沒有發現這邊 就沒有透明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你如果在做樓中樓的時候呢 你可以像這樣 很簡單的去做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那我這邊先把它關掉 OK OK 這個